老徐出名是很喜歡看內地製作的歷史電視劇 這套我已經是第六套國內歷史劇看的 叫做朱元璋 朱元璋大家也知道明太祖是一個和尚 是一個農民差點餓死 誰知成為了創辦一個新的朝代的君主 做過皇帝 皇帝主席是創辦明朝明太祖朱元璋 朱元璋在歷史上亦有另一個出名之處 就是名朝五到十年 未到十年創辦十年 他大部份和他一起打江山的群臣都死在他 死的和宋太也不一樣 這次是毛澤東 是嗎 像不像 是 原來歷史是不在歷史裏得著教訓 個個都是複製歷史 因為毛澤東是歷史很熟悉的 他也想做皇帝 朱元璋不是熟悉的歷史 這個人沒有讀過書 跟毛澤東不同 朱元璋之所以殺臣子 其實其中一個主要的原因是甚麼呢 這些群臣全部跟他打江山之後 很多是那些叫做淮西兄弟 跟他一起長大的 是一些兒時的兄弟 是畢弟 一起打江山 於是 打贏了之後 個個都說 哇 這個江山我有份打回來的 於是越來越驕傲 成為一些被封凰之後 在他自己封凰的地方 連那個縣的縣官都管不了他們 管束不了他們 因為他們全部封凰 於是又貪污 又熟職 又打圓棺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朱元璋就逐個逐個對付 差不多有一半曾經跟他一起打江山的畢弟 都是死在他的天子劍下 這個就叫做歷史教訓 這個也是逼不得已 因為你這個是互動的 就是等於現代企業 是吧 當你一起創業的時候 大家都不是很計較的 但是當你的企業 去到差不多 變成了企業王國 始終大家都要去分一下位置 結果就是企業 難道個個都是聯盟主席 甚麼不行 最多都是一個半個 結果就是其他各具山頭 原來從那個位置就寸步難移 因為個個都說舊事 我跟老闆那時的關係怎樣怎樣怎樣 然後就不用工作 就猛地說以前 以前的公分如何卓著 我覺得事實上中國歷史劇 拿來做企館學的差不多 特別是華人社會當中 但是朱元璋這個歷史劇 可以拿來這些所謂開國緣分 就是等於好像司徒先生所說的 一個企業的老闆創業的時候 有很多人一起打江山 都是受聘的 其實我可以這麼說 打江山的時候 出入沙場 戰死沙場 大家都是清兄道弟的 只不過就是 有時我聽聽你說 有時你聽我說的意思 但是當江山一旦確立了出來 這些通常就是成為江山的 進一步發展的阻礙力 阻礙力 所以很多時候你說 朱元璋很殘酷 但在另一方面 可能他之所以要這樣做 亦都是為了江山社 繼續去下一步 你怎樣去管理 如果繼續被這些王 繼續在此胡作非為的時候 又會可能民不聊生 官逼民返 我又記得一套劇 又是國內的 很多年前我看的 叫做《進城》 不知道你記得嗎 就是說 這麼多千里 十萬八千里長征 共產黨打了整個革命 是由鄉間一直打進城 當然新中國成立 然後原來那些元帥 那些老兵 他進了城之後 他就發現 蛤? 坐一天 坐一天 蛤? 沒有仗打了 沒錯 他又發現現在有個位置 又不是太差 總之是崩餅仔 這些人坐不安樂 坐不安樂 因為他們喜歡打仗 因為他的DNA是打仗 結果都是不能避免 因為你進了城 剛才你說的管治 原來就是一個創業的過程 是一件事 但是原來當你的企業要穩定 跟著發展又是另一回事 那一段就說管治 那個管治家人會請一些好像司徒先生進來 這些有管治理念的人 我有得混 那時候就找你進來 要真是搞好整個管理 制度化 所以你都是從側面來形容一下 我們這些人 其實掌相有點牽和 實質上都像支援章一樣 是有些位置 要下刀就要下刀 血流成河 所以大家打工仔 你要記住 就算你公分怎樣搶著也好 但是千萬不要 懂得分妝限 老闆始終是老闆 你那個位置 千萬不要想著 我昔日怎樣在這個企業當中 有什麼的建樹 那些過去了 所以其實有些企業口頭善 打工仔都要留意 盡量避免說舊市 舊市一定是臭的 第二 想當年等等 在Pantry或喝杯咖啡 說一句半句就算了 你這樣說 其實有些人是很不開心的 不開心的 皇帝聽到不開心的 功高蓋主 是這個死定的